非常關注海上的業界的資源的問題 其實我們之前大家都可能記得上一年 我們跟林鄭特首的答案大會裡面 也都特別去提過有些小船 是難以登船的一些設備的問題 我們也都提出過一些的例子 例如為什麼會有些遊艇會 是可以自己在避風塘裡面 或者它自己擁有的範圍的碼頭 對出那裏可以搭建佛橋 而政府不可以 導致私營是可以的 但是公營就沒有辦法給到這些上落合衛 其實同樣是反映出 我們同事帶出避風塘的管理和規劃的問題 其實在2013年左右 我們剛剛當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政府已經就著避風塘的規劃 做了一份顧問報告的 但是這份報告一拖再拖 拖來拖去拖到兩年前才正式出台 而且內容就不是很能夠直接回應到社會訴求 當中的一些內容也都特別提到的一些遊艇的拍位 遊艇的拍位的數字慢慢去上升 也都可能會因為香港的經濟環境去不同 例如香港經濟是好的話 就可能會多了人買遊艇 甚至是一些中產的 當它經濟環境好的時候 買了二手的遊艇 逆遊 甚至在日本引入的逆遊 導致香港的避風塘的拍位 愈見不足 2012年 特區政府推出了17條的漁業保護條例 限制了香港的漁船數量之後 這個情況在行業裡面 尤其是在捕撈漁業等等那方面 漁船方面的影響已經是非常之大 因為例如我以香港仔避風塘為例 其實在以前海上面積足夠的時候 橋東是用來拍遊艇 而橋西是用來拍漁船 這個是行業裡面的一個不成文的一個共識 因為海上資源仍然足夠 但是當避風塘的拍位嚴重不足的時候 就會慢慢有些的遊艇在橋的東面已經不能夠再拍了 甚至是因為灣仔要渡的問題 連銅鑼灣的一些遊艇都去了南區 來了之後再開圍多利亞港出來 他們已經不再回去 覺得那個地方已經定了居了 某個程度上 在這個情況之下 在橋東的一些遊艇 慢慢就拍下去一些漁船的範圍裡面 雖然這個問題 海事處一直都說 避風塘是給予各類的公眾人士 是可以拍位 但問題是一隻瓷器拍了在我們江亞旁邊 就會衍生很多訴訟的問題 一隻遊艇和一隻漁船 互相平靠在一起的時候 海上的風浪仍然存在 導致到有些碰撞 有錢的遊艇擁有者 就會發一些律師信給我們的漁船 往往令到漁民 就會在這個問題裡面 就受到欺壓 就可能甚至是賠錢了事 這些這樣的案件 每一年都是十數單的 所以我們過去長年都跟特區政府說 避風塘的規劃問題是需要正視 其實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例子呢 其實證明了海上的資源不足的時候 申訴專員工廠再次提出這個內容 是反映了海上某些的業界人士 甚至是遊艇的擁有者 會考慮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爭取他們 會處理他們的遊艇的方式 其中一個就是好像有些人特別提到 一些魚排 不是魚排 提到一些船廠牌照 外面可能會有一些出租的停泊位 這樣 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相信各位有一個釐清的 可能有違規出租的問題存在 但是行業裡面呢 有可能是需要船隻是靠去船廠那裡 去做一些維修保養 甚至長期的護理 那麼這個行業的需要呢 其實香港的配套是不足 導致到合法的和可能非法的 使得社會上就有所誤解 所以特區政府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希望香港市民都要理解 可能避風塘的需要呢 我們要重新考慮 需要加建 擴建 甚至是增建其他防波堤等等 可以增加我們的拍位 因為我們過去和特區政府溝通的時候 希望增加避風塘拍位呢 永遠都出現一個問題 就可能在海旁邊的居民是反對的 可能會因為影響景觀 但是影響景觀 或者甚至可能會有噪音的問題出現呢 是令到海上面的設施多年沒有辦法去改變 那麼當然啦 你蓋建別風塘等等也都牽涉到海域的問題 香港的管理的水域呢 其實真的這麼多了 我們將來可能面對填海啦 或者是一些海上的建設裡面呢 都可能會影響到水 水體面積的壓力 那麼所以這方面呢 我希望特區政府要非常用心去研究 針對事情的事件裡面呢 去著實解決問題 你說是不是有這個實際的檢討的需要呢 我想覺得其實政府在早在十年前就應該要去做 現在逼到今天就算申訴專員工處 沒有這份報告出來的話呢 特區政府面對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刻不容緩 大家在過去立法會裡面的多次的口頭質詢 書面質詢 甚至是很多不同的場合裡面呢 都提到海上問題 其中一個包括加油的問題 就是海上油站問題呢 都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要正式申訴專員工處這份報告 作出合適的建議 沒問題 好 謝謝你